大家好 讲讲100个租铺陷阱 第三 现在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 下午3点多钟 大概是一个搞不清楚几点 这间店铺刚成交了2050万 租铺陷阱的原因你要很小心 就是你要搞清楚你间铺是需要出牌 还是不用出牌 看上去后面有一条楼梯 就在上面有个叫做角楼 但这个角楼究竟是入职的角还是自建角 有些叫做自由角 自由角即是自己建的 自己建自己拆不很自由 入职的你不会自己拆掉 不会那么愚蠢的 所以有些叫做入职角 有些叫做自由角或者自建角 自建角自由角就是非法的 你明白了 就是自己建出来道理上不行的 如果你真的要建 你应该要去屋宇柱那里入职 然后看看整栋大厦的时候 地职比率有没有用中 分分钟可能业主立法团如何通过 即使可以的话 要给你不给其他人用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可能的 所以如果你租一间店的时候 你打算是有个角楼 打算是能够用卖的话 如果你是用这个食物製造厂牌 即是要拿正外牌照 一般就不给了 所以好像你看看这边 旁边一辣的时候 全部都是自建角 如果是自建角的话 这个可能入职 这个一望楼底 我觉得是入职 但旁边的时候 一望楼底 我就觉得是自建角 这个是的了 所以变成了一条楼梯自己走上去 如果是自建角的话 如果你出一个食牌 或者你拿什么任何牌照 都好 角楼你要拆掉 即使你看到 现在它出了食牌 它有个角楼 可能本身是旧牌 你重新去拿 或者你要申请过的话 或者是转牌 它都方向中央求你先拆掉 但真的很难说 看回本身的铺 铺的职的时候 每间铺有所不定 即租泡陷阱 第三 你要留意 究竟是自由国 自建角 或是入职的国 就很影响 如果是普通一个药房 零售的 没问题 香港责任房子 我都做不了那么多 但如果是自建角 你要出牌的话 就很难搞 有人在这里 有人在这里 听着我说话很不像 恭喜各位 恭喜 最终于租泡要留意 走了